那我们一起提问题学数学 那今天这个格子移动呢 它是指了往右跟往下 不能够往上跟往左 那往右的时候呢 它有分成一格跟两格 那对这种问题 我们就先用往下的这一个 把动作呢切成两段 例如说这边呢 就是一步 这边呢就是三步 那这里呢分割点可以分成零四 好就是直接呢下来这边四个 那或者是一三二二 然后接下来三一四零 好那零四的方法 就是问走四步 一步或两步有几种方法 那走一个右边一个的方法是一种 右边两个的方法有两种 三个的方法呢 有什么有三种 其实这边就是一个废式数列 那走四格 你可以先走一个一格 那或者呢可以先走一个两格 所以走四个方法就五种 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走四 好所以我们后面 四三二一零的方法数 分别就是五三二一一 那这里的方法数刚好倒过来 一一二三五 那把这两个乘起来再相加 所以得到五三四三五 所以这里的总和就是二十 这题也是一个废式数列的问题 但是搭配呢上下层来做一个分类讨论 好 好 好